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為那時黃均興寫了一封信給將來的老公 就是說他把自己的身體留給他 至於性感不性感的 第一 我相信不是他自己想性感 第一 他為何要祈禱 是因為公司的角色需要 我把我的觀念說出來 你當他是跟上帝戀愛的一個人 他現在有個很棒的男朋友 所以如果他要穿性感想問男朋友 你當是這樣的關係 結果他穿出來又覺得自己不太好意思 而且我認識他 他真是甚麼都說出來的人 我很欣賞黃均興的 我自己和你講真的 不是他說 誰知道原來TVV有四大處女 這個藝術姐姐 原來香香姐姐 原來你 男姐姐 他們都保持精潔可以的 原來還有人覺得處女網是寶貴的 這些都是慘的 你公眾人物 真的很慘 當時我看到他是真心 他會面對 他就結婚 也或者是他真的相愛 我舉個例子 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 謝安琪 張介聰也是天主教徒 謝安琪也是教徒 謝安琪也是教徒 在我認識謝安琪的時候 他到處去幫忙傳福音 真的 那時候還沒紅 我經常都撞到他 跟他聊天 很好的 反而是他懷孕了 我其實很心痛一件事 是很多教會 不是很多教會 就是很多信徒罵他 我覺得 我很欣賞他的 就是他結婚 其實他可以選擇 有很多選擇方法 還有他多了他也好 不結婚就算了 所以 看你怎樣看這件事 即 他的責任就是他覺得他是基督徒 他想傳承這個好的消息 但他自己 未必就是好像耶穌這樣 所以 我有時都會覺得 很難過是我們 我們給了太多的壓力和框框的人